接下來也是一個考試有人考的題目 就是問你那個戒指是往哪邊運動? 戒指是往哪邊運動? 我們判斷戒指的運動方向有幾個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造化 造化的人的話,實現是現在的波 然後呢,往右邊走 所以就往右一點點,形狀完全 一樣,因為波旗不改變 造化,虛線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發現,在同樣的地方 在同樣的地方,一個繩子 一個繩子相同的地方 B就要怎麼樣?往下 C就要怎樣?往上 所以我就知道,B會向下運動,C會向上運動 然後我就知道他如何運動 重點就是,那個B絕對不會是往右運動 因為剛剛跟你講過的重點叫做什麼? 波形會前進,能量會前進 但是戒指不會跟著前進 所以這個B跟C絕對不會是左右動 最多只有上下動 最多只有上下動 這樣子 所以,第一種方式就是照瞄 往前進方向照瞄一點點 走一點點,照瞄 看得出來他往哪邊運動 第二種方法要看後面 什麼叫做後面? 往前走 所以前進方向叫做前面 另外一個方向叫做後面 所以呢,我們就看我們的B點 我們就看我們的B點 B點的後面在下方 所以B就向哪邊運動? 向下運動 然後C的後面是在什麼?上方 所以C就是向上運動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如這樣的運動方式 所以第二個方法就是看後面 所以,合起來 再說一次 我們照瞄的結果 照瞄的結果 B的這個位置 要從直線變成虛線 所以要往下 C的位置 要從直線變成虛線 所以要往上 A呢,跟圓的那個地方嗎? 還是跟圓一樣嗎? 所以A有沒有動? 沒有動 A沒有動 這是第一種方式 照圓的形狀 往前進方向瞄一點點 第二種方法叫看後面 就發現B的後面在下方 所以B向下運動 C的後面在上方 所以叫做向上運動 A的後面叫做跟它一樣提嘛 A叫做不動 A叫不動 所以就可以判斷出來它的運動方向 這就是 我們考試考你 人家考試畫一個波 然後ABC 然後問你說 它的運動方向是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的判斷方式 兩種 第一種 往前進方向照瞄走一點點 然後從原來的變成後來的 拉向上或向下 第二種就是看後面 看後面 就是拉向上或向下 就是我們用來解決 我們如何知道介質運動方向的方法 可以嗎? 可以